遭中共拘押近兩年 加國前外交官不知道疫情大流行 日本媒體稱 世界同強權中國的並存正在終結 美國國會報告提九大行動方向反制中共 斯洛伐克總統他參加華為贊助研討會 禁共產黨員移民 美國辦退黨證書人數激增十倍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是10月14日星期三 歡迎收看《紀元頭條》我是雪兒 遭中共拘押近兩年 加國前外交官不知道疫情流行 加拿大外交部10日宣布 加拿大領館人員首次獲許 與兩名遭中共任意拘押的公民見面 在中共嚴密的信息封鎖下 遭中共拘押近兩年的前外交官康明海 甚至不知道中共病毒在全球大流行 康明海的妻子納吉布拉表示 在經過幾個月的極端孤立 丈夫獲得外界和家人的消息後 感到相當欣慰 納吉布拉還透露 在長期監禁下 康明海甚至不知道中共病毒 在全球大流行的消息 她相當震驚疫情的蔓延 表示這個聽起來好像喪屍片的劇情 康明海和商人施柏毓 在2018年12月初被捕 外界普遍認為 是中共對加拿大警方 應美國的引渡要求 在溫哥華機場 拘捕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的報復 日媒說 和強權中國的共存正在終結 國際社會對中共的霸凌行為 正從警覺轉變為全面對抗和圍堵 在日本12日《日經新聞》發表報道 提為130國的最大貿易國中國 對世界展開高壓外交 與強權中國的共存終結 報道說 北京當局對內高壓管制 對周邊地區持續進行擴張行動 世界與強權中國的共存正在終結 報道談及近期美中在南海地區的緊張局勢 並引述東京大學教授松田康博的分析說 局勢可能引發南海局部區域的衝突 同時指出中國經濟的增長 給予北京當局軍事擴張的底氣 南海問題中印衝突 港版國安法皆為典型實例 報道引述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 首席研究員張燕生說 到2025年左右 美中經濟經過大摩擦後 到2035年會構建新的合作關係 中方似乎存在一種階段性策略 認為如果美中經濟的GDP發生逆轉 美國將放棄對中共的對抗 報道同時引述 根據皮尤調查結果 指出北京當局的擴展行為 引起日本、美國、德國等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的反感 同時警示世界各國正面臨一個選擇 報道說 面對一個背離世界現行規則的北京當局 與它打交道的基礎是什麼呢 日本以及世界各國不得不做出選擇 全方位反制中共 美國國會報告提九大行動方向 近期美國國會眾議院的中國工作組 總結的一份報告指 美中之間的戰略競爭 沒有什麼比意識形態更激烈的領域 並表示美國政府已經看穿了中共本質 也清醒認識到 美中對抗的目標是反擊中共的意識形態 報告提到 美中建交四十多年來 美國一直希望中共能夠成為世界負責的一員 從而一再容忍中共侵犯人權 破壞經濟 擴張侵略 甚至無視中共根深蒂固的邪惡共產主義意識形態 在付出尋統代價後 該報告承認 美國四十多年來的對華政策失敗了 中共的意識形態正是破壞國際社會的核心價值 美國人的安全和繁榮受到了威脅 報道舉例說 僅在過去幾年裡 中共就違反了國際條約 破壞了香港的自由 壓迫少數民族 包括維吾爾族和藏族 不斷增兵進行挑釁 並侵犯其他國家的海上主權 在印度發起致命的衝突 以掠奪邊境土地 並對不單提出新的領土主張 此外中共令醫生禁聲 壓制醫療信息 使得當地爆發的中共病毒 變成全球性大瘟疫 在今為止造成近一百萬人死亡 亦摧毀了全球經濟 報告指出 美國和自由世界 不得不接受一個現實 就是中共完全忠於共產主義意識形態 中共永遠不可能成為值得信賴的合作夥伴 甚至連遵守相同規則的競爭者都不是 中共癡迷地試圖達到絕對控制 這意味著自由的人民和社會 將永遠是它的敵人 面對無數勢血的生命 報告提到對中共和它的壓迫不能再保持寬容 美國必須和盟友果斷地採取行動 解決它的惡性行為 重新組建自由世界的原則 這份報告提出清除中共意識形態的九大行動方向 包括從意識形態戰 外交資源 邪惡影響力和統戰工作 人權 全球腐敗 環境保護 國際組織 信息國策 以色形態盟友等九大方面 白宮推進三項對台灣先進武器軍售案 美國圍堵中共的策略之一 是增強台灣對抗中共的軍事實力 10月12日 路透社透露白宮正推進三項對台灣出售先進武器的計劃 消息人士說 計劃中的三項軍售案 已由負責對外軍售的國務院批准 其他武器包括阻止兩棲登陸的武器 例如大型先進無人機 陸機魚叉反艦導彈 和智慧型水雷等 這些計劃預計很快就會提交給國會批准 此外授台武器還包括 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生產的 車載高機動火炮火箭系統 簡稱HiMars 由波音公司製造 被稱為Slam-ER的遠程空對地導彈 以及用於F-16戰機的 可以將圖像和數據 從飛機實時傳輸去地面站的 外部傳感器掛艙 近期台海局勢升級 美國高級官員 上週再次呼籲台灣增加自己的國防開支 並進行軍事改革 蓬佩奧上個禮拜 在日本訪問時 對中共武力攻台問題表明態度 他說美國不是追求紛爭 而是追求和平 但對中共的入侵不會坐視不理 他說作為美國 我們的使命是減少這種情況 我們認識到 雖然不是答案 劍指中共 歐盟全面啟動審查外資新機制 歐洲方面也對中共採取行動 歐盟將從10月11日開始全面運作 外國直接投資FDI審查機制 只在保護歐盟國家的關鍵領域安全和歐盟整體安全 分析認為這一審查機制主要針對大陸企業通過投資歐洲獲取關鍵技術的行為 尤其是具有中共政府背景的企業 這個機制可以回應歐盟國家對敏感領域外國投資的擔憂 例如華為的投資 新機制的管轄範圍包括人工智能、機械人、納米和電訊等技術 多年以來 大陸企業大規模在歐洲進行投資 其中很多投資背後都有中共政府背景 近日荷蘭顧問公司Detainer-BV的一項研究發現 在2010年至今的10年間 大約有650件中國大陸對歐洲的投資案 其中大約40%的背後涉及中共國企或中共政府控制的企業 發生社的報導表示 一直以來歐盟國家擔心外國企業 尤其是中國大陸企業 通過收購歐洲企業 獲得關鍵的專業技術 然後再以不公平的低廉價格 向歐盟國家出售商品和服務 歐盟國家一直呼籲 針對戰略領域的外國投資進行立法 斯洛伐克總統回應華為 你的贊助我不去 中資電訊設備巨頭華為 在歐洲年年碰壁 上星期 斯洛伐克總統查普托娃拒絕在華為贊助的安全論壇上發表演講 直到主辦方踢出華為後才會恢復演講計劃 彭報社報導 查普托娃原計劃 在10月7日 在Glubsic智庫的一個論壇上發表講話 但得知該論壇由華為贊助後 一度取消演講 查普托娃的發言人說 總統認為 在這樣一間公司華為做贊助商的會議上講話 等於發出不好的訊號 總統認為 這個對他來說不單是安全問題 亦是原則和價值觀的問題 《金融時報》報導 查普托娃是公開挑戰中共的中歐領導人之一 去年他在與北京最高外交官的會議上 批評中國的人權紀錄 今年9月 芝克參議院議長維特齊拜訪台灣 遭到中共的詆毀 查普托娃曾發文力挺維特齊 強調不能接受中共的威脅 蓬佩奧說 中共已經開始付出代價 對於正在全球擴大的反共浪潮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表示 中共已經開始在各方面付出代價 在9日針對中共隱瞞疫情 導致中共病毒傳播世界一事 蓬佩奧接受Newsmax TV的採訪時表示 這是中共的錯誤所造成 總統將作出決定 令中共付出巨大代價 他說中國共產黨已經開始以各種方式付出代價 我不知道你是否看到數據 但世界已經反對著中共 民眾開始了解來自中共的威脅 蓬佩奧還說將會令中共付出實際代價 特朗普總統已經做出追責中共的選擇和應對方式 我不想在他將要做出的決定之前透露 但做出這樣一個決定不單是應該的 而且是必要的 禁共產黨員移民 美國辦退黨證書人數激增 在12月12日公布禁止共產黨員 申請移民的消息傳出之後 在華人社區引發反響 在10月10日 退黨義工在舊金山灣區 東灣紐亞克華人超市前 將美國移民局公布禁止共產黨員 申請移民的消息 造成剪板 給港大的華人民眾知道 希望曾經加入過共產黨的黨團隊組織的人 應該盡快辦理退黨 退黨 退出中共的牌掛出之後 很多人都盯著牌上的字來看 開車路過的人 看到這個消息也放慢速度 看真點 不少人詢問如何辦理退黨手續 近日一對舊金山灣區華人夫婦 聽到消息之後 馬上辦理了退黨證書 在東灣華人超市工作的錢先生 主動退出了曾經在中國加入過的 中共少先隊組織 並在打倒中共惡魔的禁遷堡上簽名 在紐約到全球退黨服務中心 和到退黨網站辦理退黨證書的人數 激增了幾十倍 移民局正式公佈以後 就更多人來去辦理這個證書了 我們碰到有一位先生 他首先 他也比較謹慎 就是說 他先了解 這個是怎麼辦理退黨法 那我們跟他講了以後 他就先說我先做退黨聲明 美國移民局將從嚴執行移民與國籍法第212條 關於共產黨員不予受理身份的規定 全球退黨服務中心主席易蓉提醒 多年沒有交黨費的被動退黨 也屬於禁止移民對象 這是所謂的被動退出 這個是不算的 那麼現在美國政府要求什麼呢 是你主動退出的證明 那主動退出的證明 這個才能說明你的心意 你是你主動的願意與共產黨切割 那麼這個東西是退黨 退黨東西是可以提供的 你只要登地 你要求拿證書 這些是因為給你的真實姓名 和出的兩月日江湖的 這個才能證明 你確定是主動的退出 今日的紀元頭條就到這裏 多謝收看 守護真相 永不放棄 我是雪兒 明天見 紀元生活 HK E-Pod Lifestyle 是大紀元富康頻道 以東方傳統文化為基礎 介紹健康養生之道 和有理念的飲食文化 星期一 漢陽私房財 今晚食物慫安座家中 接著擁有22年經驗的大廚漢陽 學做家常小菜 簡單幾個步驟 就可以做出美味的佳牛 星期二 明慰中醫有聲書 明慰中醫診所 軟漲溫分容 將歷練著作 分析患者病況 和針灸 用藥 起居飲食 注意事項和保健方法 微微到來 內心引領讀者 認識中醫診療的觀念和方法 星期五 我真的很喜歡吃東西 我真的很喜歡吃東西 餵食的主持人 帶大家走遍全港各區 搜羅不同的特色美食 無論是老字號 還是新章小店 都有異常不道的驚喜 星期六 健康工房 健康是身心病存 故事有進攻 亦有預防 例如進攻 主動消除體內慢性驗症 預防 關注飲食和心靈探索 以防止慢性疾病的競盛 全方位以天然方法 達至健康工房 探討生命的奧秘 星期日 Ember Running Green Ember以東方思維 介紹時尚保健美容產品 帶領大家行運各地 暢遊綠色生活 探訪各行業的達人 了解如何挑選健康好物 下午兩點 紀元生活頻道首播 歡迎大家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要開小鈴鐺 記得留言和分享